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支影片有两个学习重点 首先我们要了解冯轩谈夹三个内容及用意 第二我们要了解冯轩为孟长军示意的方法及目的 第一部分我们要来看一下冯轩登场时候的状况 课文第一段提到冯轩是齐国人 贫乏不能自存 这就是他相当贫困 所以他就使人嘱托孟长军 希望可以计时在他门下 但当孟长军问他有什么喜好 有什么才能的时候 冯轩都回答自己无好无能 但即便如此 孟长军仍旧笑而受之 他的门下也以比较劣等的待遇来对待他 从这一个段落我们可以来思考 为什么孟长军门下会对冯轩肆以草拒呢 因为冯轩回答孟长军时 表现出无好无能的样子 孟长军虽然笑而受之 却并不在意 所以门下自然就以较低等的待遇来对待他 所以冯轩一开始登场的时候 有无好无能的形象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无好无能的冯轩又做了什么事 他开始弹甲儿歌 我们来看课文的这一段 冯轩过了不久 就开始弹着剑 然后开始唱着歌 抱怨没有鱼吃食无鱼 这时候孟长军就请门下食客来提供他 后来冯轩又弹其家 抱怨出入无车 孟长军竟然又满足他的需求 结果冯轩还高举他的剑 去拜访他的朋友 并跟大家炫耀说 孟长军克我 后来冯轩又开始弹甲儿歌 抱怨着无以为家 也就是无法维持佳绩 这时候孟长军门下 其他人都觉得他贪心不知足 后来孟长军仍然满足他的需求 提供他资源维持佳绩 可这时候冯轩就不再弹甲儿歌了 看完这一段 我们可以来思考 冯轩三次表达对于生活工序的不满 其他门客又有何反应呢 孟长军又有何回应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 冯轩的三次诉求分别是食无余 触车 无以为家 门下食客的反应 从一开始把事情告诉孟长军 接着第二次是取笑他 到后来是厌恶他 但孟长军的回应就是 比门下食客 无条件满足他的需求 那我们可以来思考几个问题 有孟长军的回应 可以看出他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面对一个无耗无能的门客 他却能够无条件满足他的要求 可见他有宽大容人的特质 那你觉得冯轩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吗 其实从文章来看应该不是 因为文中提到 于是冯轩不副歌 可以看出他有所节制 那你觉得冯轩这么做的目的为何 其实冯轩如此做的目的 我们可能有以下的两点推论 第一点 因为他想要向孟长军发出不欲之叹 想要被看见 第二 他想要借此来试探孟长军的为人 以及他行事的风格及态度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三部分 也就是冯轩开始展现才能了 后来呢 孟长军贴出公告 要找有会计专长的人来替他去削帝来收债 那这时候冯轩就毛遂自荐 那结果呢 一开始孟长军觉得非常的奇怪 不晓得他到底是谁 后来呢 是因为左右之人跟他说了 才知道说原来就是那一位谈家儿歌的时刻 此时呢 孟长军就笑着说 刻果有能也 你果然是有才能的 无腹之未尝见也 我实在是辜负了你 好 后来孟长军就相当客气的向冯轩道歉 并且呢 请他帮忙到薛帝来收债 而冯轩呢 准备好之后呢 就带着他的债券到薛帝 出发前他就问孟长军说呢 如果我收完债 要买什么回来呢 孟长军呢 就相当信任他的说 那你就买我家所没有的东西好了 看到这里 我们来想几个问题哦 当冯轩自愿为孟长军收债的时候 孟长军的反应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孟长军呢 一开始不记得冯轩 后来知道后 表现出自责及羞愧的样子 而且他最后还授权冯轩决定 收完债务的财买 这时候呢 我们就往下看 那冯轩到薛帝之后呢 就请索尔欠债的百姓过来和劝 结果 他竟然就假托孟长军的命令 然后叫大家把债券烧掉 而这时候呢 大家不用还债了 人民当然欢天喜地嘛 那收完债回去向孟长军禀告的时候 孟长军就觉得说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还问他说 那你到底买了什么东西回来 这时候孟长军就跟他说 你家呢 珍宝啊 美人都有了 什么都不缺 就缺益 于是帮他示益 这时候孟长军就说 到底什么是示益 那冯轩就如实地跟他说明 结果 孟长军就不悦了 他就不高兴 也就请冯轩不要再说了 看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来统整一下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 冯轩如何为孟长军示意呢 冯轩自愿为孟长军收债 到薛帝后呢 却假托孟长军之命 把百姓的债券烧掉 那他如此可为孟长军得民心 这就是为他示意 那你觉得 从课文来看 冯轩为孟长军买的东西 是否有符合他的期望呢 其实你从课文中 孟长军不悦 曰诺 献身修矣 可以知道 孟长军对于冯轩的示意 非常的不以为然 甚至觉得很失望 好 那接下来 事件究竟要如何发展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最后我们来做一下重点回顾 在这支影片里面呢 第一点 冯轩谈夹三哥 他向孟长军表达 食无鱼 出无车 无以为家 且孟长军无条件满足他的需求 冯轩一方面表达自己的不欲 一方面在试探孟长军 第二点 冯轩自愿为孟长军到薛帝收债 结果 其假托孟长军命令 烧毁债券 为其示意 但孟长军不太认同这样子的做法 这支影片到这里结束 记得请下一集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